他狠狠擦了一把嘴唇,少年盯着他破皮肾血的地方,眼神暗了暗,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,兰西辰这才把他的禁言解开。 他已经死了,你不如跟我,我会对你好的,少年走近搂住他的腰,他的个头还没兰西辰高,看起来倒像是兰西辰在抱着他。 放肆,兰西辰一开始被他身上熟悉的气息蛊惑,但瞬间理智就占了上风,朔月立刻架到了少年脖子上。 少年按骂一声,你赢了,老男人。 呵,他身体里有人一声低笑,像是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。 让我和他度过剩下的七天,最后一份碎片找到之后,我就和你融合。 体内的人陌生片刻,终是和他达成了共识。 兰西辰跟着两人,看着他们难过的分离,心里也一阵痛意。 他捂住胸口,断断续续的碎片在他脑海里浮现。 家主,少年走近架住他的身体,扶着他坐到街道边的台阶上。 一个石子砸落在他脚边,街道旁正在玩乐的孩童都围了过来。 大哥哥,兰西辰叔弟睁大眼睛,他跟少年对视一眼,眸中划过惊异。 前些日子,分明是不会被幻境里的人看见和感知到了,难不成这里面出了什么岔子? 是他们,他分明已经给这些人设了一层结界,看样子他们中有人受到蛊惑走了出来。 这小孩,已经没有灵石了。 这一晃神,跟着的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把他引走。 少年眼神拨动了一下,引到哪里? 引到阵眼处,那里还有一个幻境,可以让他暂时陷入沉睡。 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,让他知道心疼心疼,还能给你点甜头。 要不是他把你扔在这里,还没看好那些恶灵傀儡,也不至于让你肉身尽悔,魂魄四散。 不是他,那也是因为他。 哦,我忘了,人家还把你扔在这里十几年,全然忘记还有你这个人物。 少年跟他在脑海里吵架,一边有意识地带着蓝锡尘往祭坛的方向去。 往前三步,男人指挥着他。 停。 蓝锡尘手握猎兵,皱着梅子戏打量周围。 怎么了? 这里不对劲。 蓝锡尘回头对少年说,弹心的火焰跳动着。 微风拂过,却没有任何变化。 他发现了,你站到他右边,按一下弹座底下的凸起。 男人笑了一声,像是意料之中蓝锡尘的敏锐。 咔嚓一声,蓝锡尘惊恶扭头看向少年,地底下的藤蔓破土而出,迅速缠上了他的身体。 一眨眼就随着坍塌的弹座陷入了地底,地面恢复如初。 蓝锡尘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,可对他来说,那些记忆太过痛苦,更何况当时的他还短暂地怨恨过画。 幻境已经开了十几年,他的碎片一点一点都聚拢到了这具新的身体。 今年就是最后一份碎片,只要能顺利归位,他就能改头换面,做一个正常的人。 不用被温室的过往拘束,也不用浑身黑气缠绕。 被藤蔓禁锢着的人正必着眼沉睡。 蓝锡尘被带到了地下的一个山洞,藤蔓上的毒液有麻痹作用,正一点一点渗入他的皮肤。 现在干什么?你去找碎片,我守着它。男人一如既往的黑心。 那是你的事儿,为什么让我去?我不去,我在这儿守着它,你自己去。 男人低声笑了声,行啊,你要是还想让我保留这段意识,最好马上去,不然一旦融合。 算了算了,去就去。你最好祈祷,今年你的魂魄碎片,不会像去年一样在猪身上,小爷可不想再拱一次猪圈。 少年冷冷地嘟囔一声,手一动将一团黑气送了出来。 东南方向,小心点。 黑雾笼罩的人沉声道,声音里带了一丝担忧。 哼,少年回头看了他一眼,放心好了,我肯定顺利回来。 温若涵没再说话,心里多少还是对自己这个碎片有点不放心,这孩子是个例外,兴许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吧。 他的目光又落回到兰西辰身上,藤蔓越勒越深,瘦削的手腕被缠得出了红痕,腰枝上的那根树得很紧,交好的线条暴露了出来。 温若涵站在他面前,惊讶地发现兰西辰的身高居然已经与他齐平。 甚至隐隐有超过的感觉。 这要是换了那小孩的身体,岂不是更没有尊严? 兰西辰的呼吸越来越微弱,温若寒沉了沉声,松开点。 正兴奋地缠着的藤蔓哆嗦了一下,唯唯曲曲地松了松。 主人主人,不要错过这次大好机会啊,这美人兵姬玉骨,定然美味可口,对啊对啊,主人这么喜欢他,何不让我们帮帮忙?帮忙?主人不记得了吗? 我们的年夜可以改造他,因,温若寒一症,捏着藤蔓的手松了松。 他抛弃主人那么多年,讨点惩罚怎么了? 况且,这只是让他身体受点罪,又不像主人魂魄被活生生撕裂。 越来越多的藤蔓叽叽喳喳,缠得越来越紧。 嗯,蓝溪尘无意识地痛呼一声咬住唇,无力垂着的后颈逐渐浮上一层薄红。 小声的乌叶传到男人的耳朵里,他浑身僵了僵,移开了目光。 这算是默许了。 带着道次的藤蔓紧紧嵌进了身体,与此同时,越来越多的年夜顺着他的伤口沾上了他的肌肤。 血珠顺着他的身体滴落在地上,激起一阵尘土。 蓝溪尘的脸上泛着潮红,痛苦中猝着眉挣扎。 漆黑石壁间清晰的滴水声记录着漫长的时间,在不知过了多久后里面的哭声逐渐减弱,温若寒才飘到了他身前。 他身上的伤口奇迹般的愈合,且肌肤更加光洁滑腻,完完全全看不出一丝伤痕。 温若寒将他抱下来,正昏睡的人却忽然颤抖着抽气一声。 好软,整个身体就像是被揉碎了重新打造出来的,气质清幽,淡如寒霜。 紧皱着的眉头也掩盖不住他浑身的尊贵奢华,仿佛临于九天月华皎节之处,难惹世间半分红尘。 碰一下就像清脆欲滴的寒羽草一样颤抖着蜷缩,短短几步路。 他身上泛起的红韵仿佛能将它灼烧殆尽,低喘的热气吐息在男人怀里。 温若寒本该什么都感受不到,却被这画面震得心神动荡。 他拖着蓝溪尘的双膝将它放倒靠坐在墙壁上,手指一动将周围的尘土以及细碎的杂物清理了出去。 画儿,男人轻轻摸了摸他的脸,扯开他的衣领,手按在了他的心口处。 嗯,痛呼声和微弱的抵抗完全不能阻止他的动作,黑气团团包裹着蓝溪尘的四肢。 啊,惨叫声之后便只剩压抑的喘息,温若寒直接搅碎了黑气气的蛊虫,陷入沉眠的子骨就在睡梦中被碾成了一团污水。 男人低吵一声,难怪蓝溪尘这么多年一次都没回来过,他斗不过金光瑶的,怕是又被骗着喝下了什么东西,才会忘了他十几年。 他的黑气正在一点点消散,温若寒站在他面前,只来得及凑近他的嘴角留下一个轻柔的吻,便如同从不存在一般溢散在天地之间。 家主,垂落在地上的手指动了动,控制不住的泪水顺着男子的眼角滑落,流淌着的孤独与寂寞,终于在多年以后以另一种方式宣泄出来。 那一泡泪水源于羁绊,是分离多年,无法求渡的沧海。 我回来了。